妈妈们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 不过很多事情像是肺癌很难预防 因为不吸烟也会得肺癌 而且对女性来说这几率是越来越高了 这20年来就增加了5倍之多 在去年有3141位女性都是死于肺癌 平均光是一天就有8.6位女性因为肺癌离世 医生说像是二手烟 厨房油烟或是空气污染 都是可能的致癌原因 而卫福部明年将会展开高达一万两千人的研究 希望能够找出最需要删减的肺癌高危险区